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这儿吗 如果有老粉的话你们肯定知道 这就是我曾经最开始拍视频的那个房子 后来卖给别人的呢已经改成换便了 就装就成这样 连大门都给我换了 简直是务是人非呀 今天跟舅爷办事路过这儿 大哥你看错了 这不是你家旁边那个才是 啊这是麦克家 麦克家白感慨了一点没变 房子都卖了 他门口那机还没冷呢 同学们你们还知道这儿吗 有老粉的话你们肯定知道 这就是我曾经拍视频的那个房子 我还记得那是2018年那8月25号 就是在这个房子的后院 我开启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条斗银 算是到现在拍视频已经接近六年的时间 六年时间啊同学们 小学毕业的现在都想上大学了 拍短视频昨天还觉得是一个挺新潮的身份 今天我都已经熬成老博主 话说回来 这么些粉丝朋友们 我也从来没见过你们 当然你也没见过我 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所以说这么多年你们都干啥 是不是原来没对象呢 现在也都有对象呢 原来没结婚呢 现在也有孩子呢 要没啥事的话 在评论区也分享一下你们这些年的生活 别老光看我了 也让我看看你们 那些事情没说过 在这些年里 在这些年里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检察公司